两天前我们给大家报道过 有一位火遍全网的韩国电音和尚 利用洗脑的饶舌嘻哈旋律 结合电音方式大唱佛经 虽然他在网络上圈粉无数了 但是呢就引起了本地佛教界的强烈反弹 比如说福光山马兴印太教区总主持 学生法师就认为 宗教部应该被拿来开玩笑 主办方跟歌手的行径 已经罔顾了我国宗教敏感性 那昨天呢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也加入了谴责行列 促请内政部采取行动 阻止电音和尚继续在国内其他地方进行演出 魏家祥说 昨天他向内政部以及海外艺人 表演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PUSPAL反应 这一类演出侮辱佛教的形象 希望当局确保这股侮辱宗教的歪风不会滋长 而内政部的动作也很快哦 有关的吉隆坡夜店主办方 昨晚10点就宣布取消电音和尚 原定在5月21号也就是魏赛节前一天的家常演出 魏家祥说他很欣慰 内政部反应敏捷行动奏效 但没有想到今天一早 魏总又收到了另外一张电音和尚到马六甲演出的宣传海报 你看吉隆坡厂才决定cancel马六甲的海报 跟着就出来了 魏家祥马上把这张宣传海报传给了内政部长 希望当局能够彻查电音和尚接下来的表演场次 碰巧5月份是魏赛月 魏家祥就认为 这名韩国电影DJ的表演已经触及了宗教底线 即便现在有人在说这是在弘扬佛法 应该允许同则变 变则同 但是魏总说你怎么变通都好 宗教是神圣的不应该娱乐化 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也无权顾问 但他说大马的国情不一样 需要考虑到宗教敏感才是啊 魏总还进一步解释说 没有人能够阻止表演者寻找娱乐刺激 但凡事要有规范有底线 如果演出已经玷污了他人的宗教信仰 还会给马来西亚族群社会和谐带来压力 那么有关当局就必须要重视 他普通说 如果今天这名DJ身上穿的是其他的服饰 那比如说羽衣 那倒无所谓 只要你有穿衣服并符合PUSPAL的条例 佛教界是从来都不会干涉别人穿什么的 但偏偏这名宣称自己是和尚的DJ 他穿的是出家人的僧服就有欠妥当了 除了魏总火力全开炮轰 涵盖佛教基督教信都教希克教 以及道教的雪州五大宗教理事会 今天也谴责韩国电音和尚的表演 不符合佛教教义 雪州的夜店不允许有类似的演出 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黄思汗在文告中指出 把念经跟电音结合其实是在消费佛教 他强调尽管雪州政府尊重音乐表演的创意 但是没有办法认同主办方卖弄佛教教义 因此他警告所有娱乐场所不能够出现 类似侮辱宗教的演出 否则执法当局将会采取行动 那随着有关当局介入 并扬言会对付违反规则的娱乐场所 新洲日报今天向PUSPA查证后证实 韩国电音和尚原定在5月21号的吉隆坡家厂演出 确定取消 因为主办方并没有获得PUSPA的批准 至于网上谣传的5月31号 马六甲厂的表演 PUSPA则说他们并没有接获任何的申请 但就在这则报道出界后不久 马六甲厂的主办方下午3点半就在面子书发文宣布 演出确定取消 当局会尽快发布官方声明 向购票的消费者们交代